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 Hamom 现在看楼欧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个 由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简称IRCC 发出来的 关于香港人移民的最新消息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 我过去二十几年住过的三个国家 包括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 如果你对这些外国生活有兴趣的话 也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再按下个小铃铛 下次再有新资讯的时候 你就可以马上知道 其实早在2021年 加拿大为了支持香港人 争取民主自由 推出救生艇计划 这个计划包括为香港人而设的 开放式工作签证简征OWP 另外又提供了两条路 给香港人可以申请永居 包括Stream A去加拿大读书 又或者Stream B去加拿大工作 而且今年还两次放宽 里面部分的要求 带给想移民去加拿大的香港人 无限的希望 其实早在两个星期前 我都出了一条片 解释给大家知道 究竟放宽之后 是不是所有香港人想去都可以去到加拿大 未来我就会再出一条片解释 因为实在有太多网友 问我很多的问题 怎料IRCC在7月24日 就更新了他们的网站 根据最新的公布指出 加拿大决定撤销原本涉及家庭团聚 学生和永久居留的优先处理权 其实在之前的版本里面 针对学生签证的部分 官方网站是写到明 无论申请人身处在哪里都好 都会优先处理香港特别行政区 和BNO护照的持有人 提出的留学许可申请 但现在这个修订就意味着 未来香港居民将不会再有 优先处理的待遇 希望大家都不要太失望 因为其实这个消息又不是说 你不可以移民去加拿大 只不过是没有优先权而已 其实相比起澳洲来说 移民去加拿大 即使没有优先权 其实都简单很多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去加拿大的话 最好就尽快申请 如果不是的话 排队都可能有排排 如果再有新的消息的话 我都会尽快通知大家 请大家记得密切留意我的频道 还有帮忙分享这条片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片的话 都记得留言给like 不知说什么好的话 可以打个一字支持一下我就可以了 我们今集节目到这里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